大家好,今天我会示范一下走伤手风琴是怎样继续的 然后就是我的普通话没有很好,所以就麻烦大家多看一下画面,谢谢 这些都是等一下会用到的工具,大家可以先准备一下 然后要特别讲一下的是这个胶水,我用的就是一般木工会用到的胶水 如果大家家里面没有或者不想特别去买的话,也是可以用白胶去代替的 就只是白胶一般来讲就要等久一点让它干透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kit set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首先就是有一块大的还有小的木零件 小的那个是spare,如果大家日后有弄坏的话也可以在这边拿spare的零件去替换 另外就是这两个木箱,分别是有五个小孔,一个有一个小孔的箱子 比较特别要留意的是五个小孔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零件 因为它是发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小心千万不要把它弄坏 然后这个小盒子里面呢,就有一些五金的零件 分别有沙纸,还有一些橡皮等等,就等一下大家会看到要怎样去用 最后就是有两张卡纸,分别一张是黑色一张是红色的 接下来我们就会用这个卡纸去做风箱 大家现在可以想一下最后做出来的手风琴是希望用黑色还是红色的 我比较建议用没有很喜欢的那个颜色 先试一下折这个风箱,因为也有一点点的难度 第一张纸结坏了也没手回,就还有第二张纸可以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卡纸上面有纹路的这一边就是正面 我们会从这个正面开始 现在找到纸上面比较短的有图案的这一边 然后就要准备白胶或者是刷棉胶带 我用的就是3M的刷棉胶带 因为它是比较类用的Double Side Tape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比较建议用胶水去代替 因为一般的透明酸棉胶带是没有那么类用的 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把双免胶带的纸拔掉 然后反转这个卡纸卷成一个圆的桶 我们可以在有三角形的纹路的上面轻轻的按一下 每一条边都可以这样按一下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有一点点正方形的桶子 现在我们就可以从第一条线开始直这个方向 我们先从左手边按下去 右手边把三角形的形状按出来 然后就每一条线都这样从左边这样折下去 之后的每一行也是像刚才那一样 从三角形开始折 从三角形开始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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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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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